總統蔡英文今天到高雄 在市長陳其邁的陪同之下 是一起到這個男子的一間藥局 來訪市送藥到府的專案 並且未免基層的藥事人員 而且因為最近很熱 所以這個總統在出了藥局之後 也走到旁邊的這個冷飲店 來買飲料 並且點了這個店內的招牌 青梅綠來看一下稍稍的情況 這間飲料店呢 在南部非常知名 他的分店呢 大部分也都是以這個台南高雄為主 而且呢儘管天氣這麼熱 這個總統在點飲料的時候 還說他只要維冰就好了 市長陳其邁在旁邊 還說這個總統不要的冰 通通都給他 兩個人呢還自備了這個環保杯 因為現在新的政策 如果說這個消費者 到這個冷飲店自備杯子的話 可以有五元折價的優惠 而這間南部有名的飲料店 過去呢也曾經因為 這個堅持不到中國大陸展店 也曾經引來關注